三 中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保险学 各位同学好 在上一个讲次 我们介绍过的 第八章损失的填补原则 紧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 第九章损失的分摊原则 在第九章里面 我们要介绍的内容 包括损失分摊原则的 这个含义 还有必须要遵守 损失分摊原则这个原因 还有重复保险的 这个意义及内涵 还有重复保险的处理方式 以及保险进合的意义 以及它的内容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 保险进合的这个处理方式 首先我们来介绍 损失分摊原的这个含义 所谓这个损失分摊的原则 它细致损失填补的这个止原则 因此它仅适用于补偿契约 当这个药保人向数个保险人 定立数个保险契约 而且保险利益 保险标的 保险事故及保险期间 都相同的时候 那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各保险人应共同承担保险责任 我们就称为损失的分摊原则 当这个保险人 依照保险企业的约定 来支付保险理赔款后 那这个保险人 它可要求其他的保险人 来摊派这个保险理赔款的这个权利 我们称为赔款的这个摊派 因此损失分摊原则 它是存在于保险人跟保险人之间 我们又称为损失的摊派原则 那损失分摊原则 它是在有重复保险存在的这个情况 才会发生 在重复保险这个情况下 当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 保险标的所遭受的这个损失 它是由各保险人来分摊 如果合计了这个保险金额 超过保险价额的时候 那各保险人 他所承担的这个保险理赔款的总和 他不得超过保险价额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损失填补原则 在重复保险中的这个运用 那它的目的主要是在防止 被保险因为重复保险 而获得额外的这个利益 接着我们来介绍 重复保险的这个意义 所谓这个重复保险 它又称为重保险或者护保险 那重复保险它是指要保人对于同意保险标的 同意保险利益 同意保险事故 分别像两个以上保险人定立保险期的这个保险 就保险制度的这个设计上来讲 原则上它是不允许重复投保的 在保险的实际的运作经验中 如果有重复保险的这个情况 那比较容易诱发这个道德危险的这个产生 并会引起保险的诈气 因此它的危害甚大 那追究这个重复投保的这个原因 通常是由于这个药保人或者被保险 它的疏忽所导致 或者因为药保人为了求得心理上的 有更大的这个安全感所造成 那重复保险这个药保人 他必须要依照最大诚信原则 将重复保险的这个有关的情况 来通知各保险人 当这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那被保险人 他可以向任何的保险人来提出来索赔 但是被保险他所获得到 这个保险领备款的总额 是不可以超过保险利益受损的这个额度 因此各保险人应按及 他所承保的这个保险金额 跟合计保险金额的这个比例 来承担保险责任 因此重复保险有它的构成要件 以下我们就一一来介绍 那这个构成要件共有四个 第一个是保险责任期间 它必须具有重叠性 那所谓的这个重叠性 它包括全部重叠以及的部分重叠 那全部重叠它是指 保险责任的这个起气时间完全相同 那部分重叠它是指 保险责任的起气时间只有部分相同 并未完全相同 那因为保险企业的这个生效的期间 跟保险责任的期间不一定会完全一致 因此有时保险企业已经生效了 但是保险责任期间仍然还没有开始 所以保险责任期间必须要有重叠性 第二个要件是被保险人 保险标的必须要统一 那重复保险的第二个构成要件 这里面是按照重复保险的设计 它是因为在防止被保险获取不当的利益 所以这个要保人被保险保险保险必须要有 统一的形式 那要保人是不是相同 并不是这个保险理论上一定的要求 因此所要求的被保险必须要相同 这是基本的一个要件 第三保险的危险或保险事故的必须要统一 这是重复保险的第三个构成要件 因此每份保险企业所承保这个保险危险 或者保险事故必须有交集之处 或者存在的共同性 那并不是要求完全一样 如果保险危险或保险事故不相同 就没有所谓的重复保险可言 第四个要件是 药保人必须要以数个保险人 分别来定义数份不同的保险企业 那重复保险的第四个构成要件 是因为各保险与药保人之间 必须存在若干份独立的这个保险企业 如果说药保人以数个保险人 只定义一份保险企业的时候 这个时候仅是一个共同保险 并不构成重复保险 接着我们来介绍重复保险的这个类型 那重复保险的类型 可以按照四个标准来区分 第一个标准它是按照保险金额 是不是超过保险价额作为标准来区分 它可以分为超额的宠物保险 即未超额的宠物保险 那超额的宠物保险是保险金额的总和 超过保险价额的这个宠物保险 如果是未超额的宠物保险 它是保险金额的总和 没有超过保险价额的这个宠物保险 其次我们可以按照广辖两亿来作为标准 区分为广义的宠物保险 即狭义的宠物保险 那广义的宠物保险是保险金额的总额 超过即未超过保险价额的这个宠物保险 那狭义的宠物保险是保险金额的总额 超过保险价额的这个宠物保险 接着我们按照有无不当力的这个意图 作为区分的标准 那宠物保险可分为 善意的宠物保险即恶意的宠物保险 那善意的宠物保险是 非意图不当得利而为的这个宠物保险 那恶意的宠物保险是 要保人呢故意不为宠物保险的通知 或者呢意图不当得利而为的这个宠物保险 接着我们再看 按照成立的这个时间作为标准 区分可分为同时的宠物保险 即义时的宠物保险 那所谓同时的宠物保险是 同时定立数个保险契而构成的这个宠物保险 那意识的宠物保险是 先后于不同的时间呢 定立数个保险契而构成的这个宠物保险 这个保险另外又成为先后的宠物保险 接着我们来看损失分摊原则这个要件 那基本上在应用损失分摊原则 它必须符合下列六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是 必须要有两张以上的这个补偿保险契 我们都知道损失分摊原则 它仅适用于补偿的保险契 那非补偿的保险契 是无法适用损失分摊原则的 因此呢除此之外 上面必须要有两张以上的这个补偿契契的存在呢 如果只是呢单张的补偿契契 就没有损失分摊原则的这个适用 第二个是必须承保同一个保险契契 所谓的必须承保同一个保险标的 它还有两个含例 第一个是要保人以同一保险标的呢 向数个保险人定立数个保险契契 第二个意义是在损失发生的时候 某一个保险标的呢 同时是由数个保险人来说 承保 如果在损失发生的时候 数个保险企业所承保这个保险标的呢 完全相同着 我们称为相同保险 如果在损失发生的时候 数个保险企业 它所承保的保险标的呢 并不完全相同着 只有受损的这个保险标的 是各保险企业在共同承保 我们就称为不相同的保险 那第三个要件是 必须是承保同一被保险的同一保险利益 如果是同一保险标的 不同保险利益 那我们就不称为重户保险 例如呢 房屋的所有权能 基于所有权关系 为了这个房子所投保的火灾保险 同时呢 这个房屋的抵押权能 是基于抵押权的关系 为该房子所投保的火灾保险 如为同一保险利益 不同的被保险 也没有重户保险的问题 那第四个要件是 必须是承保同一的危险事故 如果要保人呢 以同一的保险标的 同一的保险利益呢 还有同一的被保险利益 定立数个保险企业 而其所约定的这个保险事故不同 那并不构成宠物保险 例如呢 火灾保险跟窃盗保险并存 并非我们所谓的这个宠物保险 而是呢 其他保险的问题 第五个要件是 必须向数个保险人 定立数个保险企业 向数个保险人 定立数个保险企业 它是有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呢 分别定立数个保险企业 如向数个保险人 定立一个保险企业 那么呢 它只是一个共同保险 如果向一个保险来定立数个保险企业 那么它是属于数个分别 独立的保险企业 那保险学者呢 习惯上是将共同保险 是分为对外的共同保险 及对内的共同保险 那对内的共同保险 我们又称为内部的共同保险 我们简称为内部的共保 它是在不足额保险的情况下呢 保险人跟被保险人之间的 这个共同保险 那对外的共同保险 我们又称为外部的共同保险 我们简称为外部的共保 它是有两个以上的保险人 共同承保 同一个药保人 或被保险人的 统一保险标的 统一保险事故 还有统一保险利益 并且牵挖一张保险单的 这个共同保险 接着我们来看第六个要件 它必须是同一个保险期间 同一个保险期间 它是各保险企业的保险期间 必须有重叠之处 那并不要保险期间完全相同 只要在这个损失发生的时候 都有效就可以了 如果各保险企业的保险期间 它是附为接续的这种情况 那就没有我们所谓的 从物保险的问题 另外呢 适用损失分担源的这个保险 它的保险单的这个保险利益 保险标的以及保险事故 并不必要完全相同 只要有重叠部分 就是由这些保险单来分担 它的分担形我们有一个表 比如说我们看这张表 来看看 保险单一跟保险单二 保险单三 对A这一部分的保险标的 它们有从物保险的存在 那保险单二跟保险单三呢 只对B有从物保险的情况 至于C呢 只有保险单三它的成保 就没有这个从物保险的情况 接着我们来看 损失分担源之后的 这个计算的方式 那对从物保险所造成的 这个从物保险 那各国的保险或保险单 它都有规定或者约定 它的分担的方式 如果是二亿的这个负保险 那要保人故意的 不将其他保险的名称 还有保险金额来通知 各保险人 或者说意图不当得利 而为负保险 那这个企业是无效的 如果是善意的这个负保险 它的分摊方法有以下五种 我们就一一来介绍 那第一种我们叫 比例责任的分摊法 那比例责任的分摊法 我们又称为 保险金额的这个分摊法 它是按照各保险人 这个保险金额 对全部保险人的 这个总保险金额的比例 来分摊损失 那这种方法是最平常 使用的一个分摊方式 它的计算公式如下 我们再看这个计算公式 那各保险人的 个别的保险金额 它是由全部保险人的 这个总保险金额分支 各保险人的 这个保险金额来计算 接着我们来看 责任限额的分摊法 这是第二种分摊方式 我们又称为 独立责任的分摊法 它是在假设 没有其他保险存在 而按各保险人 个别应付 保险礼赔款 对全部保险人 应付总保险礼赔款 这个比例来分摊损失 那这种方法 是先计算各保险人 他的独立责任额 再按各独立责任额比例 来计算各保险人 应付的这个保险礼赔款 那这个计算公式 我们看这个画面上 里面的标示的这个计算内容 我们就不再说明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三种的分摊方式 我们叫做优先承保的分摊法 那优先承保的分摊法 又成为顺序的责任分摊法 那他是各保险人按 签发保险单的时间的顺序 依次来承担保险责任 先签发保险单的这个保险人 先在他所承保的保险金额 或者责任的限额内 来承担这个保险责任 那后签发保险单的这个保险人 他是在损失金额超出 潜力加保险人所承保保险金额 或者责任限额的时候 才在他所承保的这个保险金额 或者责任限额内 来承担这个保险责任 接着我们来介绍 第四种的分摊方法 我们叫做超额的承保分摊法 那超额的承保分摊法 又成为超额责任分摊法 它是在损失发生后 而有其他的保险人存在的时候 那保险人他仅就超过 其他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金额 或者责任限额内的这个损失 来承担保险责任 也就是说在损失发生后 而有其他的保险人存在的时候 被保险人他应先向其他的保险人的索赔 如有不足才可向保险的求偿 而由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 接着我们来介绍第五种的这个分摊方法 那第五种的分摊方法 我们叫做相等额分的这个分摊法 那相等额分的这个分摊法 我们简称为等额的分摊法 它是在责任保险中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按照这种方法 保险人他必须按照相等的额分的分摊损失 一直到参与分摊者中 责任限额最低者 已尽到他全部的这个保险责任 或一直到全部的这个损失都获得填补为止 那依照我国保险法第38条的规定 那善意的这个负保险 它的保险金额之总额 如果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 除另一个约定外 那各保险人呢 对于保险标的这个全部价值 仅就其所把金额付比例的分摊之则 但是赔偿的总额呢 不得超过保险标的这个价值 接着呢 我们来介绍损失分摊原则 这个修正方式 那损失分摊原则的修正方式 共有三种 第一种是保险金额内呢 如果定有不参与损失分摊条款的话 它的处理方式 例如呢 我们保险单上如果定有 被保险人有权呢 自其他的保险获得补偿时 本保险单不适用之 除非呢 是在超过其他保险 应付保险责任以上部分的这个损失 否则呢 保险单不生销利 这种就是一种 不参与损失分摊条款 或者跟这个条款内容 相近的条款的时候 那定有这种条款的保险单呢 它的被保险人 仅能就其他保险不承担保险责任呢 或者其他保险已经承担保险责任后的 这个胜与损失呢 向这个保险单的保险人来索费 另外第二种先修正的方式呢 它是保险单上 如果定有特别约定的条款的时候 当特别约定保险呢 它是在保险单契约内呢 特别约定承保这个保险 标的这个保险 我们叫做特别约定的保险 如果呢 说这个特别约定的保险 跟非特别约定的保险 同时承保某一个保险标的的时候 那这个保险标的遭受损失的时候 就由这个特别约定的保险 它先行承担保险责任 那特别约定的保险 投保不足 或者受到保险经历的限制 它没办法 足额补偿的这个损失呢 才由非特别约定的这个保险的补偿制 第三种修正的方式是被保险的这个恩惠性的优惠赔款 那在保险事务上 有时候保险人呢 他会在没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来支付 或者给付呢 部分或者全部的赔款或保险金 那这种礼赔款或保险金呢 我们就称为优惠的赔款 那优惠的赔款 它是出于保险人的一种恩惠性 而没有义务性的这个支出或者给付 因此没有损失分摊原则的这个适用 如果是不同的保险利益 那在保险标的呢 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时候 那即使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个保险人 就该损失呢 对被保险都应该付保险责任的时候 也不适用损失分担原则 接着我们来介绍保险金额的这个观念 当同一个保险标的呢 因为发生同一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时候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个保险人呢 就这个损失呢 对被保险都应付保险责任这个情额 情形呢我们就称为保险禁额 那保险禁额呢又称为其他保险 那保险禁额的这个产生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药保人呢 以及本身呢作为被保险投保 两个以上种类的这个保险 第二种情况是 不同的药保人呢 投保不同种类的这个保险 那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两个以上的这个保险人 对同一个保险事故所致呢 统一保险标的这个损失呢 都应该对同一个付保险责任 当呢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数个保险呢 因致付了这个保险礼赔款 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对象 是同一个被保险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典型的 一个保险禁额 那在财产保险及健康保险中呢 都有保险禁额的这个情势 但是呢在健康保险 它是使用对等给付一次 那人寿保险 因为它不是补偿保险 所以没有保险禁额的这个问题 接着呢我们来介绍 保险禁额的这个种类 那依照呢 保险的理论跟事物呢 保险禁额有广义跟狭义两种 那广义的这个保险禁额 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 数个保险呢 因致付的保险礼赔款 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对象 是同意被保险 那第二种情况是 数个保险人 他因支付了这个保险礼赔款 或给付保险金的对象 不是同意被保险 那广义的这个保险禁额 是包括重复保险在内 那狭义的保险禁额 它是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数个保险人支付保险礼赔款 或给付保险金的这个对象 是同意被保险的这个保险禁额 那就保险禁额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讲 既有不同选种之间的保险禁额 也有相同选种之间的保险禁额 那不论是相同的选种 或者不相同选种这个保险禁额 那保险礼赔款或保险金的给付呢 都是在不同的保险人间 那不同保险人呢 可以透过呢 带位求偿这个行驶来进行追查 那以下是我们几种常见的 这个保险禁额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在火灾保险方面呢 那火灾保险方面的保险禁额 第一种情况是火灾保险跟海上保险 这个禁额情形 例如说药保人呢 也就他的货物来投保海上保险 那在这个货物呢 运地墓地港的码头仓库的存放以后呢 这个货主呢 不知道这个海上保险的保险期间 还没有中了 他又就这个货物来投保 火灾保险 那在海上保险的有效期间 借满前 如果这个货物发生火灾受损 那就发生火灾保险 跟海上保险禁额的情形 那第二种情况是 火灾保险跟电视机保险的 这个禁额何情形 例如药保人已经就 这个住宅及住宅内的这个 家记啊 衣礼啊 电视机啊 来投保火灾保险 那又就这个电视机来投保 含有火灾在内的这个电视机保险 那这个电视机如果将来 因为发生火灾而受损 就会发生火灾保险跟电视机保险 这个禁额情形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种的禁额情形 是火灾保险跟营造中额保险的禁额 那如果药保人已经就他的货物来投保 火灾保险 那在这个房屋的修缮的期间 如果这个营造厂商呢 又就这个房屋的投保 含火灾在内的这个营造中额保险 那将来如果这个房子发生火灾而遭受损失 就会发生火灾保险跟营造保险的禁额情形 接着我们来看汽车保险的一个情况 那第一种情形是汽车第三人责任保险 跟雇主责任保险的禁额情形 如果说药保人已经就某一部汽车 投保的汽车第三人责任保险 再为他这个员工的投保雇主责任保险 后来因为驾驶这个汽车 在公路上的撞伤 正为这个药保人工作的这个员工 就会发生汽车第三人责任保险 跟雇主责任保险禁额的情形 那第二种情况是汽车的车里损失保险 跟火灾保险的这个禁额情形 如果说药保人已经就某一个汽车来投保 假设了汽车车里损失保险 那在这个汽车送往汽车的修理厂检修的期间 发生火灾受损 但是呢这个汽车的修理厂 他又投保了这个包含汽车 在内的这个火灾保险 那就会发生汽车车里损失保险 跟火灾保险禁额的情形 接着我们来介绍 保险禁额跟宠物保险这个区别 我们知道虽然保险禁额跟宠物保险 它都是在防止被保险这个不当得利 但是这两者之间仍然有明显的不同 我们就一一来介绍 那第一种情况是 宠物保险这个药保人 他必须是统一药保人 那保险禁额这个药保人 他可以是不同的这个药保人 那第二种不同是 保险禁额的药保人 对统一保险标的呢 可以是不同的这个保险利益 那宠物保险的药保人 对统一保险标的呢 他必须是统一的保险利益 那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 宠物保险这个处理方式呢 在我的这个保险网上 它是有明文的规定 那保险禁额的处理方式 在我国的保险法上 并没有明文的规定 那第四个不同的地方是 宠物保险在国外的保险法 大都是指狭义的宠物保险 那它的目的是在防止呢 要保人的获得不当的得利 至于保险禁额的产生呢 它主要是在保险标的 承保危险这个交叉 它所造成 以及被保险的生物重叠 它所导致的 接着我们再看保险禁额的 这个处理方式 我们先介绍保险禁额 条款的这个类型 当这个保险禁额产生 而且保险事故 所造成的损失确定以后 那各保险人 他究竟应如何 来承担这个保险责任 也就是说保险禁额的 如何来处理 他所使用的责任的 分配条款 总共呢 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呢 是我们叫做 义额的责任条款 当保险企业所承保 这个损失发生的时候 如果同时还有其他的保险人 对这个损失要付保险责任 那么本保险企业的保险人 他仅就全部损失呢 扣除其他保险人 依其保险企业所应负担的 这个保险责任后的余额 的负担保险责任 那前面这个余额 也就是我们的超额的部分 第二种形式我们叫做 免除责任条款 当这个保险企业 所承保这个损失发生的时候 如果同时还有其他的保险人 对这个损失也要付保险责任 那么本保险企业的保险人 他是不付保险责任 那免除责任条款 又称为这个不付责任条款 那第三种条款 我们叫做比例分担条款 当这个保险企业 他所承保这个损失发生的时候 如果同时还有其他的保险人 对这个损失也要付保险责任 那么本保险企业的保险人 他仅按他所承保的这个保险金额 以各保险人所承保 这个总保险金额的比例 来承担保险责任 至于他的分摊的方式 他是跟这个重物保险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来介绍 保险金额的组成情况 那根据前面三种保险金额的条款 他的组合情况 大概有以下的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按照各保险人 采用相同责任分配条款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处理方式 大概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 义额责任跟义额责任条款的 对净额的这个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种情况的处理方 产生是在免除责任条款 跟免除责任条款的进额的情况 那第三种情况呢 他是在比例分担条款 跟比例分担条款的这个进额情况 那详细的内容在课本上里面都有介绍 接着我们再来看 各保险人采用不同责任分配条款的情况 也有三种情形 我们再看 第一种情况呢 我们是在产生在免除责任条款 跟义额责任条款这个进额的情形 第二种情况是在比例分担条款 跟义额责任条款进额的情形 那第三种情况是产生在 比例分担条款跟免除责任条款 进额情形 那至于他详细的内容比较复杂 我们请各位同学参考课本上的这个说明 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为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